所以说啊出门在外 第一点还是要把那个汽油给加买 我刚刚是跑到里面去问了一下 40块钱一升的汽油 40块钱一升 10升都不到他要我给200 太黑了 再走走吧 前面应该还有村子 靠运气了这个 这个我确实太大意了 以前跑感觉没啥挺好跑的 这次用汽车跑的话 150可以了 150不讲价了吗 150都不肯 150多少升 10升都不到 10升都不到 到前面村子再转一下吧 前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子 运气好的话就有了 没有的话就找人抽油 那不至于 不会那么惨的 我们车里面还有一个可以抽油的 抽油泵 太大意了 没听过吧 40块钱一升 那没办法呀 就是要宅你们这种不加油的呀 太大意了 太大意了 本来这是你的错 那是我的错 我认 那你有硬 谢谢 其实刚刚那个大哥呢 想170卖九升汽油给我 我本来想要了的 但是他降价了 他最开始说要40块钱一升嘛 我说前面还有一个村子 他就自己把价格给爆低了点给我 我就说150能要我就要了 不能要我就再到前面堵一堵 他这么一说的话 我觉得他前面的话 村子肯定会有一个加油站 或者说汽油会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他越接近柴鱼县城呢 那应该加油站就越多嘛 然后买那个汽油就越方便 我现在是 所以我就揣测了一下 揣测了一下 就决定堵一把 你现在还是以堵的心态 对我就是堵 大不了呢就是叫救援咯 叫保险过来送点汽油过来咯 再大不了的话 后面不是那个朋友的车 看看他的车能不能抽一点油出来 对啊 反正我觉得他这样子 就有点那个勒索的意思 我就觉得太过分了一点 40块钱一升啊 跑过去他跟我说40块钱一升 吓得我话都不管说了 我还以为是隔壁游客在跟你开玩笑呢 没有他真的没有开玩笑的 就是事实 就是想看一下有没有像我这样不加油的水鱼了 这是你这条大水鱼游啊游 游到这边啊 没事的 我相信我的运气很好的 学习这里还有汽油吗 有汽油吗 汽油比油 没有人在里面 哇他的发型好帅啊 老乡这个是在干嘛 这个是在干嘛 抓鞋子吗 装鞋子 哦他也要穿鞋子 哦他也要穿鞋子 麻烧嘛麻烧 老板这里有汽油吗 没有汽油 要到哪里才有汽油 往前面走的话 到茶余县里面有吗 要到茶余县 之前没有都没有吗 没有这个过去这么弱 那是你们是危险啊 你们有村子 有村子 有村子 远吗 村子 不远吗 40多 好谢谢 谢谢 我看一下这个马是怎么样穿鞋子 你们先走吧 先走吧 他这样穿上去不疼吗 不疼吗 不疼吗 哇他这个直接把整个马脚给罐穿掉了 然后从另外一边呢把它剪掉 他穿了鞋子跑得快一点吗 就是 哦 脚不疼吗 啊 脚不疼吗 脚就不疼了 他不穿就会疼 不穿的话痛 哦 好多头马呀 我们也出发了 前面还有40公里左右 也要稍微考量一下自己车子的续航能力 能不能达标 多少是标呢 人到村子里面就是标 考验我运气的时候 到了 七十啊 七十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笑的好见 哈哈哈 七十啊 公里 不过也不一定有 只是概率大一点吧 因为人多 是一个村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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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现在只要道了茶鱼县的向若乡 一点办法没有了 找了10多个老乡 没有一家是有油的 因为现在是在西藏这里嘛 必须要开发票 公司开发票 才能把整桶整桶的汽油 拉到这些比较偏远的边境地区来 而且呢 像个人的话 他是不可以自己卖油的 只能说 为了摊一点油过来 我们用一下 但是问了这么多都没有 然后呢 我就问到了一个比较厉害的 派出所所长的电话 有点不太敢打 今天打电话过去 怕他骂我 算了 应该没事的 因为有困难找警察叔叔 我现在只能祈祷有好运的发生 应该是误会 现在他们应该是出去出行的 没信号 我还有其他电话 等一下 我打电话 这个是警务所的 喂 你好 呃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在木若乡这边 我的车子完全没有油了 但是找不到交 这样怎么办 木若的 这边只能联系拖车吧 最近的拖车就只有茶余县城才有 你那边好远了 还有一百多公里啊 哦 对 就是还有就是只有茶余县城 可能就只有一个拖车 到茶余县城只有一个拖车公司啊 呃 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呃 比如说有汽油的地方 喂 你好 喂 喂 哈喽 有没有没有哪个月吗 刚刚派出所的同志把电话打回来了 是那个电话故障啊 所以断了一下线 呃 他叫我去老板姓这边找一下 有没有能不能找到油 因为他们那边开油票呢 也是比较麻烦 私人卖的话是不行的 是要开一张票才能把油开给我们 现在呢 这边就只能说找一下有没有私油 有私油的话 还比较好说话一点 没有的话就只能 在联系派出所那边 叫他们把油送过来 他们也会送 但是又是有点麻烦了 我也不想太麻烦别人 现在这边 这边就是木若村 现在慢慢的变好啊 以前的话 连路都没有 都是散步垃圾的 大哥你好 请问这里哪里有汽油卖吗 汽油没有啊 室油都可以 我想找一下我的车子一点油都没有了 现在只能偷偷的把油给架上 要赶紧叫 因为他们说不要背 对啊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看到 你知道为啥吗 现在我就买了这么一点点油 大概也就5升左右吧 花了120块钱 虽然说现金还没给他 但是 那个钥匙已经压在他那里了 没有还回去这些罐子的话 它是不会给我车 不会那个的 给钥匙给你 不会放我钥匙的 没错老师气了 一点点都不要漏 别到那么快 这个好容易漏啊 够吗 我们 不太够 现在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两个人有汽油 他们是打给出的数据 你有加的吗 有 我有管制了 对 然后我终于是弄到了 我这个拍啊 太要命了 真的太要命了 下次 下次长继续了 看到家在家 因为我到海南去 那就上过一次档子了 你也上过档啊 也是在高速上面 我说到前面服务区家 我服务区那个家一旦关门的 然后立马到前面下高速 信号你坚持到了也是 上面续航里程都不显示了 你知道警察最开始跟我说什么吗 什么 叫我去叫吊车过来 吊车 拖车 拖车 拖车的话最少两三千块钱 那我这样的话 也就花个一两百块钱能搞定 你不是到完了吗 再甩一甩是吧 我觉得我每次出来都会遇到一两次这种事 你还往前面走了 你就是一直不讲机器 前面很难走了 今天可能到不了了 那基本上难入营呢 不知道啊 先看一下吧 我先把这个环回去 那甩你去 哦 怎么了 加了一格有 才有一格啊 才加了一格 只有续航82公里 这个大姐呢 刚刚我走的时候 她叫我喝点茶 我说不喝茶了 她叫我拿点水吧 我说没钱而已 她就把一瓶水塞在我手上了 没办法 他们其实买卖这些油 也不是说为了赚钱 也没办法 因为确实没有油可以卖 他们也是不允许卖的 就是这么远的地方 一两百公里都是这么三的路过来 翻了个几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百啊 我加了五升嘛 下三十块钱翻了一百 翻四倍 就怪自己脑残就对了 好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问周末 拜拜 拜拜